第240集 打劫来往的商船已经不能满足扶桑人的要求 他们已经被大晋朝丰富的物产打动了 起了战友的心思 没有钱买 那就用抢的 然而大晋朝太过强大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只能小谷作乱 直到去年扶桑人派人去了狄荣 要求和他们合作 表面上是两者之间合作 个人享有各自的战利品和城池 很是公平 但西北和东南沿海 地理位置截然不同 这样做的后果也会大相径庭 东南沿海虽然有水军 但并不多 可西北却囤兵十几万 一旦开战 狄荣势必要和大晋朝西北大军有一场血战 虽然是两边开战 但狄荣这边吸引了大晋朝的大部分兵力 如此一来 扶桑就可以趁机攻击东南沿海 还有一点 对扶桑人最为有利 扶桑本土在大晋朝以东海外击百里 上千里的海外地方 即使失败了 只要退回去就行了 大晋朝水军不适合远洋航行 所以不会追上去 对扶桑的损失不大 可反观狄荣 两国交界处是一堵厚厚的城墙 一旦开战 那就是不死不休 两者相比 狄荣根本就讨不到好处 或者说 这样的战争必大于利 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绝对不愿意做 耶律号虽然一直觉得 狄荣和大晋朝必然有一场大战 但绝对不是大晋朝内部稳定的时候 现在皇子大了 皇帝老了 新一轮的权力争斗已经开始 等到争斗到最激烈的时候 那就是狄荣的机会 这次来和京城的扶桑人接触 本就不是耶律号所愿 奈何富函却以为是个好机会 一定要耶律号过来 富函已经被扶桑人迷惑 但耶律号并不这样认为 不过 作为狄荣的网页 他并没有权力直接拒绝狄荣和扶桑的合作 不能拒绝 不能代表他不能阻止 从中作乱 这才有了耶律号 让女儿邀请杜九去天涯海阁 把杜九和广陵王的注意力 集中到天涯海阁 如此一来 以广陵王的心智和能力 绝对能够发现扶桑人的蠢蠢欲动 同时 以扶桑人的谨慎小心 一旦大晋朝有了警觉 他们就会掩其息骨 扶桑就是这么一群 有贼心 没贼胆的奸诈小人 一番运作 扶桑想借着狄荣拖住大晋朝的目的破灭了 他正好趁机 不用和扶桑继续商谈合作的事情了 不过 他不能继续在京城停留了 要赶紧离开 否则扶桑人 不知道又会想出什么臭点子 忽悠人呢 京城这边有他们安排的细作 会把消息及时传到狄荣的 耶律号也不担心信息补偿 之前为了掩人耳目 才把女儿跟杜九妹之间的比试弄得沸沸扬扬 耶律号才有机会跟扶桑人接触 摸清了这些人的目的和底线 同时对扶桑人的提防之心更加强烈 耶律号这一招非常高明 原本按照扶桑人的计划 狄荣是炮灰 可现在耶律号出招 让扶桑做了炮灰 即使不会炮灰 也落得灰头土脸的下场 耶律号反过来 借着大晋朝的手 削弱一心想要利用狄荣的扶桑 耶律号精明地发现 扶桑不同于大晋朝 他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虽然大晋朝有时候也是这样 但最起码还有一块遮羞布 师出有名 可扶桑人根本就不需要 他们的眼神里 永远只有杀戮和抢夺 和这样的国家合作 就跟中原人说的一则故事一样 农夫与蛇 救活了蛇 他们狄荣也会被扶桑这条蛇咬伤一口 即使不死也会重伤 广陵王那边虽然已经派人出差了 的确发现扶桑人的不妥 这件事情他不想多处理 毕竟这是国家的事情 若是他在年轻二十岁 会义无反顾 全力以赴追查 现在不会了 广陵王府需要韬光养晦 隐藏实力 不过既然发现了扶桑人 和狄荣的蠢蠢欲动 广陵王不能不跟靖武帝说 整个大晋朝是靖武帝的 他不派人调查谁派呀 广陵王写了一个折子 里面表明 耶律雅各的邀请 以及他派人调查之后 发现蹊跷之处等等 这个奏折是秘密给靖武帝的 除了靖武帝 没人看到 靖武帝看到广陵王 通过私密渠道发过来的折子 很是郑重 广陵王只有遇到重大国事 才会用这种方式 给他传递消息 距离上一次广陵王送这样的密信 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靖武帝神色凝重 看了广陵王的折子 面色一沉 一点小事都能让靖武帝阴谋化 更别说嫡容和扶桑的暧昧和异动 若是其他人送来的 靖武帝或许还会让人调查之后 再做定夺 可这是广陵王送来的 事关国家安危 他相信广陵王杜孝 不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或者达到一些自己的私人目的 靖武帝坐上皇位这么多年 可以称得上一个好皇帝 也称得上雄才大略 但他始终没有动广陵王 就是因为他怀疑广陵王的同时 还信任广陵王 经常在矛盾中纠结 不过好在每一次纠结过后 理智还在 选择信任 靖武帝这边的动作非常迅速 自己派人调查 不出三十 居然还真就调查出来不少东西 靖武帝看着 放在桌上的汇报内容 怒火中烧 同时又犹如 看一对跳梁小丑一般 嘴角挂着冷笑 心里已经有好几种对策 耶律号准备就绪之后 城上奏折 准备回狄荣 若是以前 靖武帝不知道狄荣和扶桑有勾结 直接会让耶律号离开 毕竟耶律号来到京城这段时间 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但这些麻烦不大 又不足以让靖武帝 训斥耶律号 故而让靖武帝 很是头疼 可现在 狄荣和扶桑有勾结 而且还想趁机 两边夹击大进城 这两家 真是好打算 扶桑距离中原 的确山高水远 一时间 靖武帝除了拿下天涯海阁的扶桑细作 还真没有其他办法 看来要发展沿海的水军了 以后再做打算 不过 暂时拿扶桑没问题 但狄荣就不一样了 在西北门户 可是有十几万大军党在那里 即使不打仗 也要让狄荣知道厉害 靖武帝让人宣耶律号禁建 耶律号自从把磁形的折子送上去 就等着靖武帝的召见 好在没让他等太久 这大进朝的情报工作 速度很快呀 耶律号已经想好了万全的说辞 忠心主旨就是祸水东营 这也不能怪耶律号狠心 背叛盟友 更何况扶桑也算不上盟友 是他们准备让狄荣做炮灰的 毕竟世上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现在扶桑居然要利用狄荣 让狄荣当炮灰 耶律号洞悉真相 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心理 那就只能让扶桑成炮灰了 靖武帝阴沉着脸 看着下面嬉皮笑脸 臭不要脸的耶律号 参见陛下 耶律号就跟没看到一样 按照规矩行李 靖武帝没有像以前那样 立即让耶律号起来 眼神灼灼盯着耶律号 若是往常 耶律号绝对会自己站起来 可今天不行 以前能开玩笑 今天他是来表忠心的 好一会儿 靖武帝见耶律号 还是那副笑容满面的样子 这才让耶律号起来 道 起来吧 朕有事问你们 耶律号这才起身 恭敬道 陛下请问 臣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最近和扶桑走得很近啊 靖武帝冷声问道 若是真的 这才他首要打击的就是狄戎 耶律号听了 连忙再次拱手道 陛下 狄戎和大晋朝 二十多年和平互逝 来之不易 两国边境百姓 安居乐业 现在有萧萧 挑拨狄戎戎和大晋朝的关系 还请陛下明见啊 靖武帝听到这话 心里微微放心 又问道 放心 如何放心 等到你们两家联合起来 朕无暇两边对战 如此一来 到最后 让你们占我百姓 占我诚持 耶律号虽然之前 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但现在直面进武帝 还是让他汗流浃背 压力甚大 道 回陛下 臣并没有反叛之心 而是扶桑去年 到狄戎说服我富汗 想和狄戎两边夹击 攻击中原腹地 让我富汗并未同意 也并未拒绝 主要是担心 无耻的扶桑人 在京城拨弄是非 故而 富汗才派臣来这里 跟扶桑摊牌 拒绝扶桑人的提议 京武帝听了 冷笑起声 不相信问道 是吗 是陛下 这些都是臣肺腑之言 否则也不会透露消息 给广陵王 广陵王一旦知道这个消息 定然会跟陛下说 还请陛下 看在臣一片忠心 相信臣的话 耶律号解释说道 今天无论如何 要解释清楚 否则他来京城这一趟的任务 算是失败了 京武帝冷笑 反问道 你来京城这么多天 和扶桑接触这么多次 这还叫一片忠心 再说说 你为何要通过广陵王 不能直接禀告朕 京武帝十分想不通 不免对耶律号 更严厉几分 耶律号硬着头皮 不敢抬头看京武帝的眼神 争辩道 立香 那扶桑狡诈 他们在距离以东 数千里之外的岛上 若是两边开战 扶桑距离太远 大晋朝根本奈何不了扶桑 然敌荣就在西北 大晋朝在西北边境 屯兵数十万之多 直接就会遭受 大晋朝的打击 敌荣逃不到一点好处 反而拖住了大晋朝的兵力 如此一来 能得力的就只有扶桑 或许他们占领不了那些沿海的城池 但他们可以抢夺沿海的财富 之后一走了之 如此看来 怎么算都是我们敌荣吃亏啊 浩虽然是一介粗人 但也能想明白 晋武帝一听 不由得高看耶律浩一眼 的确如耶律浩所说 扶桑根本没有能力 长久占据沿海的城池 最后顶多抢一些财宝回去 两边开战 只不过是敌荣 给扶桑争取时间而已 呵 这耶律浩能想得如此透彻 可见平时里 真小看了这个满汉 难得你能想明白 晋武帝的语气熟和一些 大晋和狄荣两国战火 已经停了二十多年 边界百姓安居乐业 你们放牧 我们种田 你们卖给我们牛羊 我们卖给你们粮食不匹 互惠互利 那扶桑萧小 你们若是真上了他们的当 朕绝对不会姑息狄荣 和扶桑的 这耶律浩能跟他表明厉害关系 可见真的没有和大晋朝作战之心 既然如此 晋武帝对耶律浩的态度好了一些 是 陛下 臣不敢 耶律浩连忙应试 那扶桑阴险狡诈 还请陛下多多留意 晋武帝按手 心里按道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狼狈为奸 沆瀣一气 都得好好留意 既然你已经比民厉害关系 朕就相信你一次 对了 你还没有跟朕说说 为何要通过广陵王告诉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直接跟朕说 晋武帝想听听这人如何解释 难道在耶律浩的眼里 广陵王就那么厉害 耶律浩憨厚笑笑 道 哈 陛下也知道 我们耶律家和广陵王 一直针锋相对 而且来到京城之后 雅阁和杜九 又闹了那么一通 臣并没有直接告诉给广陵王 而是让雅阁邀请杜九去天涯海阁 天涯海阁不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 在外人看来是为了羞辱杜九 广陵王得知必定会去查探 如此一来 必能发现蛛丝马迹 事关国事 陛下您比辰清楚 广陵王肚笑绝对不会有半点隐瞒 如此一来 陛下神不知鬼不觉 就洞悉了事情真相 同时 扶桑人也不知道 是浩跟陛下说的 静武帝听了 仔细斟酌 貌似的确是这样 这耶律浩心思缜密呀 若是事先不知道这些情况 他也会被这些表象欺骗 更别说那些扶桑人了 既然你没有不臣之心 那朕就与你回去 静武帝笑道 令人如沐春风 和之前相比千差万别 谢陛下 耶律浩感慨说道 他也不想在京城了 扶桑那边还不知道弄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趁现在扶桑还没反应过来 赶紧回狄荣 至于大静和扶桑之间的争斗 哼 他就管不了了 等着看好戏 静武帝是允许耶律浩离开京城 但同时也给西北霍大将军写了密函 严密关注狄荣动向 一旦狄荣动手 全力反击 若是狄荣安分 那就不需要开战 只需要坚守西北便好 至于扶桑 经过静武帝这么大肆调查 扶桑以为消息泄露 计划破灭 赶紧销毁一切证据和信件 继续天涯海阁醉生梦死生意 不敢有任何异动 现在扶桑老实了 但静武帝绝不相信 他们会就此罢休 现在掩齐西谷 是为了以后大张旗鼓 静武帝不放心 便召集心腹 让他们过来商量对策 原本静武帝不想叫广陵王的 但想到广陵王的见解和战斗力 一般人根本比不上 所以也让人去宣广陵王 广陵王已经很多年不理正事 现在听到静武帝派来内侍传唤 心里便猜到和扶桑有关 静武帝召见 广陵王不能不去 只是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即使出手 也是有所保留 不会全力以赴 到了静武帝所在的御书房 里面已经有了三个人 其中之一 乃是兵部侍郎蒋胖子 另外还有徐格老 最后一个 则是陛下亲自提拔的心腹 金城府尹欧阳墨 欧阳墨虽然只是一个金城府尹 其他三人不是勋贵 就是高官 可这些勋贵和高官 都是管理朝堂之事的 轮到金城地面的事情 还得欧阳墨这个金城府尹做主 不是皇上的心腹 绝对坐不到这个位子上 广灵王进来之后 蒋胖子 徐格老 欧阳墨 纷纷给广灵王建立 广灵王只是汗手回应 并没有说话 坐到他们对面的位置 那三人见广灵王不说话 懒得应付他们 他们位高权重的 也不愿意低头哈腰 巴起广灵王 一时间 御书房里 只有大家喝茶 呼吸的声音 并没有交谈之声 金武帝在那边休息一会儿之后 听说叫来的四个人 全部到了 便带着内侍 宫女们来到御书房 金武帝来了 四人纷纷起来见礼 参见闭笑 使我爱心平生 金武帝笑呵呵道 哼 坐坐 四人坐下 金武帝坐在 盖着明黄色垫子宽大椅子上 广灵王喝茶不说话 蒋胖子见广灵王不说话 也闷头喝茶 欧阳墨自认为 是个小虾米 门不吭声 徐阁老见大家都不说话 这样面面相去 也不是事 问道 陛下 您这个时辰 叫微臣等人过来 有何要事 金武帝笑笑 道 自然有要事 对于扶桑 你们怎么看 徐阁老是朝堂之首 最先发表意见 想了想道 千里之外 但顽岛国 不足为虑 符合朝堂重臣 对周边小国的看法 也是文臣 对那些万里之外 千里之外 小国的蔑视 自诩天朝上国 金武帝听了 没有发表一言 看向兵部侍郎 蒋胖子 蒋胖子见金武帝 看过来 赶紧道 那扶桑人 微臣见过 一见人 就跟人弯腰鞠躬 看上去非常有礼貌 但臣在那些人眼里 却看不到尊敬 如此表里不一 一定是内里藏奸的 咱们得小心点 防着扶桑使坏 金武帝 暗暗欣慰 这蒋胖子身体胖 心思还挺细腻了 让他做兵部侍郎 非常适合 等个一两年 再酌情往上面吊吊 蒋胖子说完 金武帝把眼神 看向了欧阳末 欧阳末在金武帝 提到扶桑人的时候 就在心里 梳理扶桑在京城的动向 见金武帝看过来 欧阳末恭敬说道 扶桑浪人 也就是扶桑武士 和扶桑使臣 住在驿馆 扶桑商人 聚在北市 扶桑过来的女人 大部分都在天涯海阁 别的微臣没有查到 但却查到京城 不少人 重金从天涯海阁 纳了扶桑的女人 为小妾 金武帝听到这话 额头清筋避现 压抑心里的怒气 阴臣问道 都是些什么人家 纳了扶桑女人 做小妾啊 这扶桑人 可真是好手段 利用女人打入世家 勋贵的内部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女人 而是从小被培养为 细作的女子 金武帝之前重视 迪戎和扶桑的计划 把这个问题忽略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